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淡浓香的滋味 各种不同的制茶工艺 造就出各具特色的名优绿茶 品文化系列节目《茶园》 将以绿茶为源 带您一同步入茶的多彩世界 不好意思 今天又过来盛茶喝 在上次节目当中跟您提到我姥姥 她不认字 但是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影响很大 她曾经跟我说 说做人要叫真朋友 什么叫真朋友 我认为可能就是能够过命的朋友 患难之交 所以今天呢 确实是在我这个人生当中呢 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最深 最重的是人情 最轻 最浅的也是人情 有的时候 这种情重如泰山 一生难以报答 有的时候这种情 有轻如鸿毛 当年遇上一位君子 忍者 这种朋友重如泰山 是你一生的幸运 可是当你不幸 遇上这种是人情 失友情 轻如鸿毛 甚至不如空气的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她真的连鸡毛都不如 人情就不再 有幸的是 在生活当中 我有几个过敏之交不错的朋友 在精神上 我有一个中正不愈 害苦不变的朋友 就是茶 就是今天在茶园节目当中 叫做的茶 我为什么要当茶客 为什么要来蹭茶 茶对我 让我盛心愉悦 让我轻松 让我淡定 给我很多享受 朋友们 你也肯拥有这样的朋友 今天在茶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您推出 十大绿茶指手 龙井 我刚才说的这些 不知道老谷 老谷先生 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今天也用您来给我们讲讲 龙井的品质 龙井的始发地 它为什么这么有名 为什么成为十大绿茶之手 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 再次能够跟大家一起见面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给大家去介绍 我们非常有名的西湖龙井 龙井茶产自杭州 因龙井而得名 不仅是十大绿茶之手 而且也是绿茶中 最有特色的茶品之一 龙井茶文明中外 以西湖龙井品质最佳 龙井茶为何如此有名 又有哪些历史渊源和传说故事呢 那西湖龙井呢 是我们种多绿茶的一个 就像我们中国的不同的茶类 就像性格各异的不同的一位朋友 那这个西湖龙井呢 它是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渊源 最早西湖龙井呢 它是出现在唐代 那成名在应该宋外的嘉佑年 在陆语茶经里 就记述过在杭州的天竺寺和陵尹寺呢 就产名茶 那这个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龙井的前身 到了宋代呢 这个龙井茶呢 特别是在天竺寺附近 有一个叫 应该属于是上天竺院的一个叫 白云峰的地方 产的也是非常有名 记得苏东坡在这个地方品名之后呢 还写过两句诗 那这个诗呢 就是白云峰下两旗心 逆绿长鲜古语春 那就是赞赏这个 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龙井茶滋味的鲜美 说古语春是不是就是说清明前的茶 古语春实际上就是古语左右的这个茶 说起这个清明呢 也是有一个历史上的渊源吧 我们现在经常喜欢喝这个明前茶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唐代有一个供茶制度 是在清明时节要举办这个清明宴 这时候呢 就要求有这个茶作为一个祭品 在当时呢 就要求这个清明之前 必须把这个茶叶送到京城 当时主要的产区也是在江南地区 那当时的京城呢 应该是在长安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的西安市 距离还是很远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明前茶 还有雨前茶 之前还有一个叫做涉前茶 它就应该是在清明前有十几天的时间 就要采摘这个制茶了 宋代的这个龙井茶就已经成为一个明茶 到了明代呢 这个龙井茶才当时它所在的区域呢 有一口井 然后当时叫做龙虹 据说在明代呢 在这个井里挖出了一大块巨石 这个石头呢 形状像一条龙 所以呢 这个井就改名叫做龙井 因此呢 这个茶呢 在这个周边种的 种植的这个茶也就叫做龙井茶了 历史上呢 这个龙井茶 有四大产区 诗虎云龙 那诗呢 是指着诗风 诗风龙井 诗风龙井 对 云呢 虎呢 是指的是这个虎跑泉附近 云是指的云溪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梅家屋 龙井呢 就是指的这个龙井周边 四大产区 四大产区 然后到今天呢 因为各地的这个产茶的这个情况 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 把那个诗风龙井和梅家屋龙井 还有其他区域就统称为西湖龙井 这三分成这三大类 那实际上这三个区域呢 它这个龙井茶也是品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喝起来这个口感也是不同 所以呢 它为什么叫西湖龙井 为什么诗风山下的这个龙井最有名 诗风龙井为什么这么出名 主要是 它跟前龙也有关系 对一方面是它的品质非常好 另一方面是在清代的时候 前龙六下江南据说多次来到了这个 这个诗风山下和这个 诗风的龙井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关于这个诗风龙井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请梁姐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老谷先生说到这个诗风龙井最有名 九夫生名甚至吃名中外 实际上它跟乾隆皇帝有着很大的关系 说到乾隆也六次下江南 四次到了诗风山龙井 我记得上次节目当中说到说碧罗春的时候 说康熙也南巡出现什么样的事 也在浙江江苏这一带 实际上咱们这个中国都知道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出门女的地名人去的多 有权有势的人到那造访的也多 那么就是那个乾隆爷也不例外 他也要到这个 你们都去过浙江吗 去过杭州吗 那地儿确实是美国去的 水美 山美 还有人也美 尤其小姑娘美 漂亮 所以乾隆爷要去的地儿呢 是出美女的地儿 那么这个地儿呢 为什么就是说到现在这么有名 我认为啊 跟上面这几种关系之外 有关系之外还有最有关系的 可能当时还不知道 实际上就跟茶有关系 当时呢那个乾隆爷要下江南说体察民情 绝对是威服司法 那个清兵检政 绝对不能说像打着黄龙伞带 不是那样的 他是体察民情 皇上的名人名 乾隆皇帝要说到哪儿去 那我想跟哪儿去那就走着 咱们就上那儿去 那么乾隆皇帝这次去的这个地儿呢 他看到就是路上呢 就是到了这个石峰山下 看到呢 真赶上就是三月份 采茶 对 茶女采茶 你想想就是 本身那个地儿的美女就多 再在书上采着绿色的茶 那种意境 乾隆爷一高兴 看见茶女在采茶 自食有美 空气有好 当时心情也好 自己就算是体察民情吧 那个也拿过来在摘茶 正在采茶采得高兴的时候 一遍跟茶女聊着天 一遍采着茶 吻着茶香 呼吸着新鲜空气多美啊 正在采茶采得高兴的时候 这个时候身边的太监 忽然跟他叮爆一声的水 皇上大事不好啊 太后有病 急速召您回京 当时可能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 皇太后有病了 身体不好 皇上你赶快回歉 这皇上一着急 这抓着一把茶呢 啪往头一放 笑出来 皇上笑出来 全国的老百姓都要学着谎 皇上不孝顺 老百姓也不孝顺 你都可以不孝顺你妈 我就可以不孝顺你 是不是 我想当时是这么想的 皇上就把这个茶叶 放兜里边 就赶快急速回京 跑回去了 去看他妈到底得了什么病 到底他妈得了什么病 跟这龙井茶又有什么关系 咱们让老虎先生 给我们先泡一杯龙井茶 我们辩评 辩评书 龙井茶不仅与皇上有关 还与太后有着一段渊源 也就不难管 时至今日的龙井茶 仍被奉为绿茶之首 好茶必定好喝 那要想品到一杯好喝的龙井茶 不仅茶要好 冲泡尤为关键 从水质 水温 到茶具 投茶量 都有讲究 任何一个细节 都会影响到 品饮的口感 那么 作为茶道大师的老谷先生 又将如何来冲泡龙井茶呢 龙井茶的地位 又是由哪些品质特点决定的呢 上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一个美丽的传说 意味悠长 一壶清明 绿叶清汤 千姿百态的外观 甜淡浓香的滋味 各种不同的制茶工艺 造就出各具特色的名优绿茶 品文化系列节目 《茶园》将以绿茶为原 带您一同步入茶的多彩世界 那我们今天呢 泡龙井茶选的这个器皿呢 是两支粉彩的钙碗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钙碗呢 实际上是我们从明代就开始就有 但是到了清代呢 因为这个品饮方式的变化 非常流行的一种品茶器具 那我们今天用钙碗来喝这个龙井茶也算是 我打断一下 用钙碗泡 我记得之前咱们还用过这个玻璃杯 用玻璃杯 瓷杯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茶壶 对 用茶壶也可以 就是三种方法都可以 都可以泡 也是常见的 也是 对 是比较常见 而且就是我们 就是大家平时在家里 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泡茶方式 但是钙碗茶要泡的话 我觉得工道要更深一些 讲究 有一定的技巧 讲究可能更多一些 对 但是我觉得龙井茶呢 非常适合这个用钙碗来泡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先把这个杯子里先注好这个 热水 这样的作用呢 一个就是 先倒水 对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杯子的温度提高 而且在注水的过程中的这个水的温度呢 是略有下降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茶叶 按照我们的这个品茶量投进去 那像我们这个盖碗呢 这个大小 我一般也是投茶有两克到三克左右 那这个也是我是凭我自己的这个一个经验吧 然后 如果想喝的浓一些的话 对 可以就加大投茶量 一般来说 龙井的这个味道 好像有 有 有这古代的这些 名人 给他定过说 淡而远 清而香 对 就是这是龙井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说他的这个茶的香气呢 是非常优雅 而且呢 像我们这个茶泡进去 我今天用的这个泡法可以叫做就是上头法 对于这个明游绿茶呢 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就是有上头法 中头法 还有下头法 一个是可以根据季节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是根据茶类选择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水呢 是直接烧开的一百度的水 那我们就用一个上头法来直接来冲泡这个龙井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井茶呢 说起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名人雅士都很喜欢 那把它形容它有四美 这四美呢 就是说它的色脆 就是颜色很漂亮 色脆 然后味香 然后甘醇 还有行美 它这个龙井茶呢 基本上采摘的时候会显起这个一牙一页或一牙两页 那一牙一页呢往往我们就叫它是一个枪头 上面飘着这个红鹰 一骑一枪 对 所以就称为一骑一枪 然后呢就是一牙两页呢 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张开的鸟嘴 我们就把它叫做雀蛇 雀蛇 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来看这个 欣赏一下这个茶 大概浸泡多长时间 这家 基本上两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盖子打开了 像一般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烧制这个盖碗啊 往往反倒是一般都不会盖子和这个杯身是很严密的 它会留有一条缝 这样的话就防止把这个茶呢焖熟 保持了这个茶汤的鲜爽 这中间这个缝隙是特意有讲究的 对 我还认为它烧制的技术不够精 技术不够高 所以故意那个弄得扁不扁原来的 实际上它是有点故意 很适合一喝茶的对 这个茶碗就是两分钟之后就是盘 我要喝的时候这个茶碗要放 就是它放置的这个位置也是有讲究的 对对 然后如果我们打开暂时先不喝想亮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为了卫生体现 可以把它当把它放在边上 然后实际上这个形状呢 我们可以看起来像一只白鹅 所以也有个必要美称把它形成白鹤 要是不知道的话我就会把它这样放 这样的话就容易如果这个我们这个桌面是或者茶盘不是很干净的话就会容易沾染上其他的这个 就不卫生 对不卫生的感觉 看上去也不痒 对 所以我们那个品名的时候可以多着这个 你喝喝我跟着你学 然后还有少量的这个茶也没有完全浸润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盖子把这个茶轻轻的推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喝这个茶汤 我跟你学一下 你看喝完我再喝 确实很鲜爽 而且它会带有很明显的一种 类似于花香和这个果香的这种薯板栗香的这种混合 那说明我们今天这个龙井呢 还是从滋味味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 我问一个 为什么这龙井茶呢 它是扁的 这个扁的有两个说法吧 一个说法呢 就是刚才像您故事里讲的这个 千龙爷刚采摘完这个龙井茶 就有人来禀报说太后生病 他急匆匆的把这个茶叶放在这个口袋里 回到京之后发现这个茶叶已经在压扁了 在口袋里压扁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千龙爷下江南采了这个龙井茶 实在是太喜欢了 又爱看书 对 勤不自禁就把这个茶叶加在书本里压扁了 但是据这个茶叶专家考证就说 就是因为在明代的时候 龙井茶是借鉴了安徽的老竹大方的一个这个 扁形的这么一个成型工艺 对 然后把它制作成这么一个扁形的这个形状 确实这个龙井茶从看起来它是非常绣挺 然后扁平我们有的时候会形容它形似碗钉 然后这是一个它非常特殊的一个一个特点 龙井茶扁平的外形特点 使它显得更加与众不同 这得益于它精湛的制作工艺 民间流传西湖龙井茶的炒制号称有十大手法 如此之工艺才造就出色香味型思绝的龙井茶 龙井茶的优秀不仅如此 其茶叶内的物质还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那么喝龙井茶对人体都有哪些好处呢 敬请继续收看下期品文化节目 为您推出的茶园之绿茶 龙井原名龙虹 位于西湖西面的凤凰岭 是一个圆形的泉池 大汉不和 似时不绝 水未干裂 古人以为此泉与海相通 其中有龙 因称龙井 另一种说法是 龙字是后来天上去的 是乾隆皇帝封的 以前叫老井 龙井之水的奇特之处 在于搅动它时 水面上就会出现一条分水线 仿佛油丝一样不断摆动 好似龙虚 使观者乐趣倍增 这样开头行呗 可以是吗 完了就问 底下这句我想不起来了 他说 坐 我说这个故事不好 我还得从头说 说的不好 因为我没有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层次坐 从头来 单纯从头来 往前倒上个五分钟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